字幕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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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 戴著帽子的男人是誰 以及我們是在哪個博物館 看到這些頭影片的 究竟是KRAKEL的哪裏 我們快點去看影片吧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是Cindler's Animal Factory 就是Cindler's Metal Factory Animal 是解 Metal 我們就會進去他們的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以及他們的 講納粹的時候 有一個人怎樣幫助猶太人的 一個博物館 這個就是那個廚物館的名字 這個就是那個廚物館的名字 那呢 這裡的入口就是這樣的 弟弟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這裡 跟Concentration Camp有什麼分別 Concentration Camp就是 納粹殺人 這個就是一個好人 夠被人殺的人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活票 這個是Cindler Museum 這個就是Moderno 我們現在要入場了 他把所有活票都放進去了 好了 我們現在進到第一間房間了 這裡有很多黑白照片 因為都是以前留下的照片 但是就 有一些有燈的 不知道為什麼 重要一點 可能是重要一點 然後他也有展示到 他們用什麼相機 可能是把以前 猶太人 或者他們的家人 一些工廠裡面的人 的照片 留下 我們去下一間房 看看 紅色的 好恐怖 這裡呢 有一件事 一會兒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一個Girl in Red 就是red dress 還是red 什麼 是在說 那個red dress 還是那個clothes 是代表innocence of the jewels 這裡呢 他會展示以前的 是domestic and foreign photo pictures 對 讓我展示一下 他有點蒙蒙 因為他鏡子那裡 本身是蒙蒙的 就是把以前的 猶太人 軍人 的照片展示出來 我們剛剛看了 Cinema裡面的電影 裡面的電影 就說了究竟Cindela是誰 原來Cindela 就是一個 英文的生意佬 然後呢 一開始這個工廠 這個地方 其實他 是在 這裡 是被 Polish的生意佬 建出來的 然後 後來呢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生意 就和了 然後 那個工廠 就被 這個 Cindela 摺了手 他摺了手之後 就 請了很多Polish的人 一開始 後來呢 就變成請Jules 在1939年的時候 因為 英文打到過來 那時候 經濟又不好 生意就沒有了 Cindela 1939年 摺了手 請了Polish人 兩年工作 在這裡 但是到1941年的時候 這裡的大部分工作的人 已經變成Jules 這樣 他那時候會準時出糧 下午的時候會餵飽他們 給他們有肉食 有湯飲 然後 他還會 對他們很好 不會虐待他們 不會罵他們 不會要求他們 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 他那個工資 亦都是比其他的 型 是豐厚很多的 然後 在 當年 是 他這裡有醫生 所以 這裡的人 他們不會說 很難在這裡生存 不會說每天都有人死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型 就會每天都有人死 還有一點可以補充 就是 雖然說 Cindela 他是幫助Jules 他真的很好 他幫助Jules 去找工作 去生活 會幫他們 如果他們被困了 集中營 他會去救他們出來 但是 他同時這個工廠 也是幫助 像英文製造的手榴彈 這樣 所以他才可以在這裡 即是叫做生存 所以我覺得 他也是一個 很出色的 老闆 然後 他也是 很善良 肯去幫Jules 因為 在當年 是沒有任何人 可以幫助 猶太人 他是 沒有任何Polish的人 可以 幫助Jules 這個是 裡面的電影 其中一句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來看看 究竟Cindela 是做了什麼 跟著他是一個 什麼的人 他是有什麼背景 還有他 究竟是 最後怎樣去 去 救這幫人出來 這裡就是說 Polish 人 是 只是教他 即是會被教育 到一個地步 是他們會覺得自己 在這個地方 是沒有一個未來 這樣帶 然後他們就要出來做事 這樣 然後他們如果想讀大學 他們會被人帶去集中營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處境 然後他們就會被人帶走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1939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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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這裡是說什麼 那些教授 那些教授 那些死了一個人 教授學生 為什麼他們要在Cindalas factory 工作 是因為他們 都是一群想生存下來 在戰爭裏面 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的一群年輕人 這樣 所以他們就會來這裡工作 所以我覺得聽到他們這樣說的時候 都挺傷心 就是 他們不能說去找自己想做事 他們可以做的就是去上班 去找一個好一點的營運去上班 就是這樣 在波蘭呢 當年他們有幾個營 這裡的地方 就是那些營運 在我們剛剛看的電影裡面 有一個男人 他是被人送到這個營那裡 但是他在那裡困了三天之後 Cindalas就去救他出來 之後就送他回家 那 在這些不同的營運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可能 那些人上班 翌日就會死掉 一開始那個 餐廳是沒有一些血腥的場面 但是去到後面就有一些 例如 現在會看到一些處決的場面 那 然後還會有一些 Dance poster 就是 他會說 說 告訴那些人知道 有這些人會被處決 那樣 就是去 類似殺雞鏡頭 那 嗯 我覺得 這裡 已經是一個mild version 這個concentration鏡 但是 都是可能 如果有小朋友 或者是 怕血腥的場面 都是 可能會想避免 例如 有些客親 那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位置 就是 講到 當年的猶太人 他們在 一些專場裡面 是怎樣生活 為什麼會有這些專場呢 就是 他們 住的小區裡面 有一些Polish 或者一些 他們 英文的警察 會在 天花板的專場 圍著他們 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 猶太人是一個病毒 他們是 會 帶來一個威脅 所以 他們就這樣對猶太人 那 他們當時 他們也會派一些 Ration Cupot 就是他們一天可以吃多少 就大概 是 128的卡路里 就是 如果你計算一碗飯 都不夠 它是可能半碗飯 或者珍珠奶茶也是半杯 已經是他們一天的吃 那些小朋友 他們 他們會是被 將人 在 家裡的窗 這樣 丟出去 然後就 丟去他們的 Loris 去運到其他地方 但有時候他們會錯過 就會 掉了小朋友在地上 然後 每一天都 有很多人 是 被人帶走 在他們家裡 就好像 在這個 日子 就有 458 是 Dowson 的Juice 我想看漏了Dowson 這個是Dowson 他們是 在那一天 送去這個Camp 然後 但是 沒有送到Camp 之前 其實有多過600個人 已經在 這些 屋裡 是 被人殺了 去到這個Museum的最後 其實 我現在走 是由 X走回來 但是 只要你走來 這條英文的處 他就 有 展示到 以前 猶太人 他們要做的是什麼選擇 在戰爭裡面 救人 還是救自己 或者他是要 做了這個選擇之後的後果 是什麼呢 因為你選擇去救人 但是你未必真的救到 那 這個 art work 就是用來說這件事 以前在戰爭的時候 人們還有 這麼強烈的求生欲 去生存下去 真是一件很寶貴的事 因為他們在裡面 有一個位置 就有說 在那個時代 他只想 有一份工 然後可以 生存下去 因為他還是很年輕 他不想 失去一條命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是很 令我勁盼 因為我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在那個世代生活 可能我會覺得 人生沒有希望 所以我就覺得 看完這個 整個展示範之後 我就 會在這裡想多了 就是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選擇 可以做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 做得好一點 你看完剛剛的展示範之後 是什麼 究竟弟弟回答了什麼 快點去看下一集 其實結果 我們在博物館裡面 就看不到他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我拍的vlog 就記得subscribe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